不是像吳昆琦講的 要改革什麼 改好的改革成爛的 吳昆琦什麼花蓮呢 他一直在當公職人員 為什麼有這麼多錢 可以投資在中國 立法文有調查權 這東西其實寫在四字五八五號裡面 所以其實是可以有調查權的 但是調查權的方式跟對象 都要有限制嘛 對不對 再來就是誰可以發動調查 那再來就是他調查的對象 已經不限在行政機關了 那還有部隊啊 法人啊 團體啊 或是社會上有關人士 那什麼叫社會上有關人士 其實他的定義也很模糊 那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部法律就有需要在修正的地方 我們現在這區的委員 其實在程序委員會裡面 那他程序委員會裡面 他一直擋沈柏洋的案子 民進黨立委認為說 那立委去中國要進行寶貝的這件事情 那他把他擋下來了 那我覺得這個在程序委員會上面 他就沒有做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因為廖倩祥委員他是程序委員會的委員嘛 我們就是負責監督廖倩祥委員 那我們其實發現說廖倩祥委員 他其實是個民事裡的人 但是他在這一次的決定上面 他其實都跟著國民黨走 那這樣其實就會 就會有點讓我們有點失望這樣 國會改革復議案再戰三天 青鳥行動在一起 大家最擔憂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時候 他們的立委 通過這個 這個是不可思議 沒辦法接受 我們大家民意選出來的立委 都是人民的錢 他們做的事情 沒有為人民做什麼 他們就舉手就有錢 那大家都去舉手就有錢 為什麼要選他們 通過就舉手 這樣子他就可以領錢了 簽一個名就可以領錢了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啊 為什麼一定要選他們 立法文有調查權 這東西其實寫在4-585號裡面 所以其實是可以有調查權的 但是調查權的方式跟對象 都要有限制嘛對不對 再來就是誰可以發動調查 那再來就是他調查的對象 已經不限在行政機關了 那還有部隊啊 法人啊 團體啊 或是社會上有關人士 那什麼叫社會上有關人士 其實他的定義也很模糊 那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部法律就有需要在修正的地方 我們現在這區的委員 其實在程序委員會裡面 那他程序委員會裡面 他一直擋沈柏洋的案子 民進黨立委認為說 那立委去中國要進行報備的這件事情 那他把他擋下來了 那我覺得這個在程序委員會上面 他就沒有做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因為廖千祥委員 他是程序委員會的委員嘛 我們就是負責監督廖千祥委員 那我們其實發現說廖千祥委員 他其實是個民事理的人 但是他在這一次的決定上面 他其實都跟著國民黨走 那這樣其實就會 就會有點讓我們有點失望這樣 三竹通過他最主要的影響就是 民眾方面 他到底懂這個議題嗎 他覺得我們是否是在輿情 在撐抗還是搗亂 我們自身不同的立場都很模糊了 再到國會的這些人 他們常常是忽略我們的名義的 我們沒辦法討論出一個結果 或者是他一直修到12點就開始討論 這已經壓榨到沒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再來是 我們公聽會的時候 發的版本是一樣的嗎 然後我們實質在修改的東西 提案的東西 審查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那臨時動會的東西又是什麼 到哪個限制其實都要用清楚 副意如果又通過了 因為他們還是多數 雖然我們記名 他們還是有可能 面子比較有嘛 就是還是記名上去 但是 我希望是他們在副決裡面 可以加入很多 真正的範圍去限縮 去保障我們的人民 光是這個比數 光是這個信任度啊支持度 都比其他兩黨高的情況的話 是否可以讓他們回心轉意呢 是否讓他們覺得說 我今天不是針對黨派 我跨越出來 跨越繁離來去做一個溝通 我們這個土地權可以生活在這裡 我們不要被侵犯的情況下 他們至少不要這麼把台灣 離讓出去 然後讓我們可以保護自己的人民 三分鐘然後就講的也不夠嘛 沒有具體的內涵啊 那我們人民沒有辦法去聽 民進黨的他的論述是什麼 我們也沒辦法去聽 國民黨的論述是什麼 雙方同步的呈現 我們才能夠做一個 比較公平的一個決定 我們的民意到底覺得說 我們社會共識是什麼 調查權這件事情喔 總部的立法院什麼 什麼權力都一把抓 你叫檢察官要做什麼 我就來問你 我們的檢察體系 這個就變得沒有用的體系不是嗎 在於我們五權憲法 這樣子的一個體制之下 如果我們有意見 我們可以社會凝聚共識 大家一起來 看要修憲或者是要做什麼 都可以 就是一黨獨大 他們比法官還大 他已經變一個 比共產黨還恐怕的 因為他們的話都沒什麼公佈 我們根本 人民根本就不清楚 他們的行為 總總的行為 比強盜還強盜 中國國民黨 跟中國的共產黨 他們是雙胞胎 我就頓悟了 有可能有的人去中國 不知道去了幾十次 他們不知道有拿到什麼好處 我從那邊我就頓悟了 台灣不能再是中國的 所以現在我們好不容易 有這種機會 就我們可以自由言論了 那你要把我們收掉 我們這種的自由 台灣人哪裡可以忍受 我是希望我們全台灣人 都真的知道自己的危機在哪裡 可以趕快來參加 我們的青鳥活動 用立法院他們來霸佔立法院 他們霸佔我們的立法權 他們用無所不用其底 有可能他們買票 是怎樣拿到多數 不是像傅昆琦講的 要改革什麼 改革成爛的 爛人 傅昆琦什麼花蓮人 狗屁我是花蓮出身的 他一直在當公子人員 為什麼有這麼多錢 可以投資在中國 中國我們台灣的政府 為什麼不查這個 這些人都應該抓起來 連戰 他們家也應該要抓起來 他從他開始就是背叛台灣人 馬英九通通要加強 這些人都是共匪 共產黨匪諜 為什麼不抓 我們台灣人為什麼要縱容這些人 我覺得比較不好的是 就是立法院的調查權 有點無限擴張 因為其實過去就是 有可以調查的階段 但是這個調查權不應該要 擴充到人民的範圍 就是因為人民本來就不是 接受立法單位監督的一環 如果你要調查我們的話 就是司法機制 司法單位 沒有必要說到立法院 也可以監督到 除了行政機關之外的地方 我很怕被中共統治 中共的外來勢力 來影響到我們信有的民主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用假民主來破壞真民主 我們不是動員來的 我們都是各自來 如果是動員來的話 應該有一些福利吧 我們沒有耶 這個單位應該是說 對人民的權利的侵害 在這個民主的時候 我們最寶貴就是我們的自由 要把你的罪 加給你隨便他講一個理由 不是你講的算 他們講的就算了 我們為的是什麼 我們為的是我們的下一代 像阿姨都已經六十幾歲 藐視國會權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他們不應該去 要求說官員必須要再符合 立法委員的這些訴求 要求之下 無限的去限制官員的權力 權力跟責任都應該是相當的 那立法委員的權力大 他們相對不是應該要負的責任 要更多才對嗎 可是他們卻沒有 相對被約束的這些法條 那只是不斷的在擴張自己的權力 那我覺得這是 蠻讓人民恐慌的 甚至他們的權益有可能 不只是侵害到一般的行政官員而已 甚至連一般的人民 也都有可能會被受到侵害 那這部分 我們卻沒有任何法條 可以保障我們的權益 就首先就沒有討論了 因為他的法案很多內容就很稀卡 根本就是那種極權的國家才會有的 整個就是很荒謬的一個法案 為什麼他們現在是支持紅媒的 紅媒沒有變 他們都變了 就是你要維護你自己的自由的生活 我們就是要更關注這些啊 這個是有點離譜啦 他是我們選出來的總統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執政 好像都沒有這個問題發展 我光是第一條我覺得就蠻誇張的 就是他的第二章的修正 他讓立法委員有實質上 監督總統的權力 他讓總統需要進行 過世報告之後要幾問幾答 那這樣其實是會破壞了 行政權跟立法權的分立 總統不用對立法委員負責 而立法委員也不用對總統負責 他們各自對人民負責 所以光是這一條就破壞了 我們現在憲法無權分立的秩序 總統去立法院報告 不能接受 他們現在好像立委比什麼都還要大 比總統還要大 叫他下台就要下台 美國其實也有邀請總統到立法機構 然後做質詢的部分 最好還是先要有那個質詢稿 你上法任你都會先準備一次了 你不可能就是刑法這麼多條全部都記起來 所以我覺得 極問極答其實有一點不合邏輯 至少他沒有辦法馬上把事情搞清楚的情況底下 被詢問的話 對於雙方都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合理的要求 還有包含才華法也是 都讓人家會覺得蠻憂心的 就是變成說 他們現在自視自己在這四年是國會最大黨的情況之下 就想要無限制的任意擴權 那他們也不管說之後到底國民黨有沒有要執政這樣子的問題 就只想要趁這一段時間把過去他們所匱乏的部分一次性的討回來 我覺得這對於年輕人來講都是充滿了相對剝奪感的感覺 以國民黨執政縣事為優先 然後為那個最多的利益這樣子 那國民黨他們要去動員的那些退伍軍人 他們才是真的有吃有喝有玩 是非屈指啊 我覺得公道自在人心啊 其實大家不是那麼容易被洗腦的 比較不能接受的是財化法這一塊 那早期我們可能在都市這一塊 我們就是去建設 那是不是後面的你像比較鄉下 都市這一塊都已經建的差不多了 那是不是要有些財庫你要分配比較鄉下 像他這麼的化法的話 以前像我們的長照 那些都會受到影響 還有異因這一塊也會受到影響 那你相對就是變成剝奪人民 被你做成這樣的話 其他的人他們是不是很倒閉 花東這個不可行的為什麼要執行 關於到不控制他們的利益問題嗎 本來經費就這麼多 如果將經費全部挪用到某一縣市的話 相對的其他縣市 也有可能會導致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去做發展 而且我認為花東最重要的 其實現在不是交通的問題 而是醫療資源 他們本來就不足夠 然後結果把所有資金拿去捕捉 做交通 其實對於花東地區的人民 好像沒有什麼失職的幫助 如果說黨產都被讓他們要回去的話 以後我們人民的生活 破壞我們整個台灣的經濟體制嗎 不當當產就是跟轉型正義有關嘛 對不對 轉型正義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就是要去清查 威權體制的不當當產 然後要去把這個不當當產 做事實的處理 那我覺得任何的一個黨派 我們在進行這個民主轉型的過程之中 我們都需要去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 那轉型正義也是我自己非常在乎的議題 黨產實在是真的 這件事情真的是 大家很有討論的空間 民進黨不是那麼的專制說 黨產這件事情還塑及既往 我就覺得它非常的不應該 它是把當產還給我們的國家 所以說這件事情是 必須符合我們社會正義的事情啦 我自己最在意的新聞 如果今天的媒體都錯誤了 我在推任何的東西是沒有討論可言 因為大家就是 所在一個 我們的基準點不一樣 我根本不知道這些資訊哪裡來 那如果他今天是 在對我們的資訊更開明 雖然他說是外國 不是直接講可能境外勢力的媒體 但這會對台灣的認知方面 會有更大的影響 講到這個因為羅庭偉 他也有去提 台中的大家長 他都會去限縮言論 他把資訊壓下來 那之後當今天一個更 有勢力 像財團這樣的媒體 又有比較偏頗的資訊 那我們要怎麼防衛呢 不要他們的言論自由 變得太無可限量 這個就是關於媒體 我覺得中天他到底 應不應該赴台 我覺得這個東西 需要再有更多的討論 因為我們不希望 只要是藍色陣營的 我們就把它阻擋 我們不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今天他很明顯實質的 他就有證據說 這個是對我們有威脅的國家 有收買過的媒體 那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基於國家安全的考量 或者是基於我們這個 要保衛這個國家的考量 我們對他做事實的限制 中天新聞過去 其實也是有一些 比較不良的紀錄 例如假新聞的散播這樣子 就是傳統媒體 本來就需要有一定的公信力 那如果他們在 有不好的案例的情況底下 再讓他重新上來 我覺得還是需要 再重新審視一下 他有可能會被撤銷製造 所以他們才不會這樣亂報 所以我覺得還是 不應該讓任何一個媒體 擁有永久執照 而是必須要經過審查 對於媒體的 新聞的自由跟新聞的安全